網路上,像那個全球的地址,網路上這一堆 像政府提供的就幾萬種 那台北市政府之前看到是幾千種,但是現在不知道多少種 也就是說現在慢慢政府都走向一個所謂的開放 開放政府的目標 那怎麼樣要開放政府,為什麼要開放 因為其實如果你開放了,我資料都在那裡 你就在那邊看就好了 你也不會特別猜想說政府在那邊搞一些小動作 或者是做一些不開放的事情 那這樣的話我們也沒什麼好說的 只是說這些資料它都公開了 但問題是你要怎麼去使用它,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那至於它這些東西到底要怎麼使用 怎麼去找,其實很簡單 比如說以台北市的資料大平台 還蠻跟得上潮流的,很潮 然後呢,比如說你在裡面找什麼 比如我剛剛找 像我想說最近不是有那個安心旅遊嗎 我在找台北市,台北市有沒有針對旅遊業做一些資料 我發現呢,我剛剛打飯店結果沒有 後來我打那個旅店好像就有了 旅館,不是旅館,打旅館 它這邊就有什麼自主管理的分歧 那裡面的話呢,我剛剛看 檔名一定就是CSV 其實台北市很喜歡用CSV 為什麼?因為CSV對應到就Excel 或者是你其他也這樣 或者是說你要匯入到POW BI 或者匯入到Sequel相關資料庫都很方便 所以目前看起來用CSV的比例算是非常高 那其次的話可能就是像JSON JSON這種格式 或者是說像XML 這個部分檔案格式我後面也會再跟各位講 如果你遇到這種格式的話 那要怎麼處理?其實也不難 那比如說這邊的話呢 它有提到什麼分歧的部分 那裡面當然有下載 下載215次 好像不多,預覽一下 然後這邊有個連結 你會看到這邊的話 它就會給你什麼 這邊所有的那個他們評鑑出來 是優良的飯店 OK 那其實這邊你們也可以考慮一下 我剛查了一下 其實我比較習慣是 都會看那個Google上面的評論的那個星 有沒有,幾顆星嗎? 如果說假設 飯店如果沒有四顆星的話 我通常會考慮 至少要四顆星 否則的話你會有踩地雷的那種感覺 怎麼知道呢?其實很簡單嘛 Google大家都會嘛 我剛好Google一下 理論上好像只要你取的名字取對 像青年旅社的評鑑都會很高 而且有4.5顆星以上應該都蠻常態的 像這個4.6顆星 青年旅社 或者是你要取的名字也要是 就是比較像什麼文旅或什麼什麼的 好像像商旅 像這種應該都不低 可是如果你取的名稱是什麼呢? 像那種名稱有點怪怪的 像什麼什麼賓館 或者是什麼什麼 就名稱看起來就覺得很老派的 通常的那種應該就 評價就不是很高 所以我剛剛有找了一個 評價沒有很高的 可是也放在那個優裡面 我不知道它為什麼可以放在優裡面 這邊有沒有一個 這邊有沒有一個 OK 你們可以試試看 就搜尋一下 那就是順便了解一下 目前的那個政府 所提供的這相關的 像我剛剛有找到一個 像什麼香謝巴黎賓館的 放在優裡面 可是它卻只有兩顆心 而且26折的評論 像我如果去住的話 我通常會先看一下評論 我如果沒有看評論 我真的不安心 因為我有一次真的就是完全沒看 因為我老婆訂的 我想說老婆我就很相信她 就一去之後 在去飯店之前的前一個小時 我就查了 結果居然是1.9顆心 能夠有3.5顆心以下就是爛到 能夠這麼爛也不容易 後來我們就有心理準備了 我想說你都訂了 而且我老婆花了不少錢 我想說好吧就去了 我有心理準備 所以再怎麼爛 我已經打了預防針了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爛 第一個隔音很差 第二個整個環境很亂 然後雖然有附射溫泉 因為我們只要去泡湯 但是溫泉裡面的話有一堆的蟲子 不過我已經有打預防針 1.9顆心差不多就這樣的水準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為什麼爛 我覺得有時候 當然有一些人是 是那種所謂的奧客 那你就略看就好 但有一些人是真的很良心的建議 像我也都會寫 而且我有時候還寫一篇文章 還寫一篇郵寄 所以有時候反而看的人最多 OK 這裡面的話 服務態度非常爛 所以第一個飯店 服務態度一定要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半夜一堆夜店妹進出 那這個好 你可以缺兩顆心而已 感覺有黑到色入才沒倒 這裡面的話應該是做一些比較特殊 特種行業的知名 還有 還有一些怪怪的東西 算了 大概就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其實 這些 學這些技術 其實跟未來的應用其實都相當有關係 那如果說假的 你如果會爬 你可以把Google地圖所有的相關評論碼 你拿來做一個分析看看 其實也可以做出一些東西出來 不過前提你要有資料來源 OK 那資料來源當然有幾個吧 也許你可以從什麼 開放資料 開放政府的資料裡面下手 不是只有這些 你會發現 台北市政府就一拖拉股了 然後 這個開放政府裡面也是一堆 裡面有多少種 我記得好像兩三萬種的樣子 OK 所以有興趣的話 各位可以在上面找找看資料 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剛剛做完之後 我發現 剛剛的問題為什麼會出現 其實最大的根源就在哪裡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我先把那個list先print出來 剛剛有沒有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在最後面有沒有 這邊會多出一個什麼 多出一個空的資料 那這個就是剛剛問題發生的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如果讀到最後 那它那個檔名跟副檔名是空的 所以它會出現說 哇 串接的時候只有c冒號斜線的什麼目錄 但是沒有檔名副檔名 空的 那它一定讀不到 所以剛剛我們剛剛寫的時候 你會發現 如果把它合併的話 那我這邊沒有把最後那個剪掉 所以我把它執行的話 它會跑完回圈之後 最後那個東西會出現 所以我最後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怎麼樣 把最後那個檢疫就可以了 也就是把最後的那個檔案的位置把它扣掉 那我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問題呢 就大功告成了 就沒出現了 有沒有 所以有的時候 我是建議你們怎麼樣 還是要先觀察一下 你資料來源裡面有沒有一些 可能會造成將來程式錯誤的點 如果有的話 那你要把它避開 所以有的時候會想說 老師你這邊為什麼知道要-1 這個地方-1怎麼來的 那我就跟你講說 原來我print之後 看到裡面有個多餘的資料 所以我必須要把它剪掉 所以有的時候程式是這樣 你要大家注意一下細節 就可以避掉這些問題了 那第二個的話 你想說 老師這個還是很麻煩 每次我總不可能說我打開那個dose 然後輸入 雖然是已經夠簡單的 比起我一個個複製還是快很多 但問題 畢竟好像不是很好的方法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這個就對了 那當然你要有好的方法 怎麼辦 所以我跟各位講一下 你可以去找一下 所以有時候我就特別去喜歡找那個 Python裡面的Duck 這個Duck就是 它官方的第一手的說明文件 那裡面的話我講過這邊有中文版 如果說你假設 英文不太好 以前好像在幾個月前 這個版本沒有 只有簡體版 最近才有繁體版 但是繁體好像也是簡體 算了以後應該慢慢改 至少呢 比完全看英文來的輕鬆 裡面的話我要怎麼知道有什麼功能 其實你可以找標準函式庫有沒有 這個Standard Library 就是Python能做什麼的 全部功能都在這裡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要找到什麼 欸有沒有一個功能 可以讓我知道說 我的目錄底下有幾個檔案的話 那在哪邊呢 在哪邊可以看到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有沒有 還是 檔案 有沒有 目錄的存取有沒有 然後 這邊有個路徑 OS.pace 但這個好像沒辦法做到 另外的話還有個什麼 通用的操作系統服務 裡面的話有個叫OS 那什麼叫OS呢 實際上就是Operation System 就作業系統的意思 作業系統能做的相關操作 那其中的話呢 我就從上到下 所以我想說這邊應該有可以我找到的 那於是呢 我就在裡面找 因為它裡面的那個相關功能都在這裡 不過說真的還蠻難找的 最後呢 我發現了有一個東西 可以幫我完成這件事情 叫什麼呢 叫OS點 後面一個叫Walk 可是要找 找到底下Walk 找一下OK OS點Walk 在這裡 它是按照由上往下放的 那這個地方就有說明 它可以幫你把所有的那個目錄 你只要告訴我目錄名稱 那我就告訴你說 你這個目錄名稱裡面呢 有幾個資料夾 有幾個檔案 並且把這個結果返還給你的話 會是一個串列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但是喔 事情不像想像中這麼簡單 我就Google了一下 找了很多其他人寫 奇怪 怎麼一個寫一個比一個複雜 後來我發現喔 真的還是不能靠別人 還是要靠自己 結果後來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結果把這個問題解決 OS點Walk喔 其實喔 城市只要一行 就可以把我們要的東西 給抓回來了 但是為了那一行 其實我也花了很多力氣 至於要怎麼寫喔 那請各位 先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為什麼我知道的原因喔 所以有的時候 你想說 這個到底有怎麼答案 以後如果你沒有答案 請你再花一點力氣 一定可以找得到答案 只是說有的東西 並不是每一次Google上面 都會提供給你答案 OK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剛剛的部分 我剛剛提供幾個訊息 第一個開放資料 所以未來喔 假設你 你未來如果要做那個 結業的專題 不知道做什麼啦 那你就到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找找看 有沒有符合你要的Data 有沒有 那有政府的 有台北市的高雄 有台中等等的一堆 太多了 我是覺得這些都是resource 那你當然你可以試著做做看 另外的話呢 可以到python 你Google python這個關鍵字 就會到官網 那裡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指向一個OS 裡面有一個方法叫work 可是要怎麼做 才可以把 我們要的 這相關的東西抓回來 試一下 因為再來剩不了多少時間 我們就 就要吃飯了 所以 結局下午我們再來看那個 OS.work怎麼用 有電視 在這邊 我們來看見 有的 在這邊